這間是山洛三間老百的肉圓獎集 今天要來吃山洛很醫 蛤? 小君吼? 小君,我以前就要他去 因為我在台中山洛在做高修 有人跟我說山洛有一間做肉圓獎 你敢不去吃過 所以我特別一段,再來看看 台中清水山洛這個地方 除了米糕以外,肉圓也是很出名 我注意到觀察 原來這個地方的人 不管是吃米糕或是吃肉圓 都非常重視他們自己所密切的種料 肉圓獎,他的本名叫做白德石白滴石 這是在1911年那一年 那一年台灣洪修 所以他還有一個名叫獎 那當然人家把他稱呼叫做好白 他叫什麼年的時候 他開始賣了肉圓 因為做得很好吃很Q 所以呢 所以叫做的是做肉圓 當然這是三六斤的代表秀吉 這日是吃肉圓的時候 在拍的肉圓獎 先順便攝出來 給大家分享 那這個是偏濕 你看看 那是傳統的做法 洗自己的肉圓獎 好,這樣以上就是 山洛這間店 就有誰想看 今天要來攝肉圓獎 給大家分享 其實肉圓獎 和肉圓獎 是很正的 既然是很正的 這樣口味應該差不多吧 這應該是第三還是第四代了吧 肉圓放在油膏裡面 是要低溫油渣 油膏把他割到旁邊 是為了要把他移更多的油出來 這個肉圓是要不太過 這鍋應該是米酒 有四角的調味料 如果是辣椒沒放 就表示不要辣 我沒有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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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啊,拜拜 好,謝謝啊,拜拜啊 紅布的台湯很清晰 有人辣椒醬 所以這碗是鹹的 還有兩碗肉圓 這就是肉圓 兩碗肉圓 兩碗肉圓用水蒸的這個 鹹的肉圓 剛才沒有很寬 蠔阿湯 看起來也不錯 可以嗎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 我的肉給你一點 讓我們兩個都可以吃得到 好耶 肉圓剝麵 還有醬油 有醬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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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沒有 沒有看起來 好,來這裡歡迎燒香粉 但是,切得很油很油 完全沒有醬油 這應該是韓芝粉加醬 番薯粉 一般開始做到醬油 怎麼樣 好吃嗎 我怕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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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跟台灣的 台灣的肉圓 是一樣的 這是用醬油 醬油不一樣 醬油的醬油也不一樣 醬油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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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你吃東西 最重要的是零業煞 醬油要乾淨 這個地方很乾淨 五百辣椒醬 台中是用比較多的一種 風泉 風泉 這個要用得 對啊 它是肉圓青的肉圓 要加一些辣椒 這樣吃起來 一段階段 鹹鹹 我感覺比較好吃 這樣 這個不是說你要鹹不鹹 帶一點辣 我覺得比較好吃 吃完才好吃 這個地方 這幾間收割 是粉圓產師的二九位 我聽說肉圓後 是他們這邊的結構 還有一間肉圓村 後面再來看看 會不會 會不會 還有一間 會不會